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常见的这些经典乐器 例如钢琴、小提琴 它都是有上百年的历史 对于乐器来讲 它是非常非常年轻的 到现在的话 也就是个二十几岁的孩子 它是一个让人觉得特别舒服的乐器 让你可以沉淀下来 好好看一切烦恼 这个东西很像一个飞碟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拿到公园里面 然后会有大爷问 你是拿了一个吃火锅的锅吗 这个东西叫手碟 他就这样叹叹叹给我敲了两下 那个声音好好听 我说这个乐器我一定要学 什么叫意志人的心灵 这就是真的是这样的一回事情 一二三四五 大概在13年进入国内的时候 其实还是很小众很小众 随着一些电视剧 电影里面出现这个乐器了 大家就知道这是什么 当时是有两个瑞士人 他把两件乐器的发声音原理进行了组合 印度的陶冠鼓 南美洲的一个钢鼓组合在一起 在法兰克福的乐器展上 他是第一次向公众问世 大家特别喜欢这个乐器 全世界各地都是排队来买这件乐器 一开始只有八个音 那现在我们看到有九音十音 乃至于有二十音了 他在不断地发展 因为自己喜欢手蝶 也看到了手蝶 给到我们带来的这种治愈的力量 我们也是期望把这个声音 把这件乐器能够带给别人 作为一个音乐或者说是契乐的教育 其实对成年人来讲还蛮难的 因为他们可能受到工作的压力 可能家庭的问题 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快速地 能够得到一些成果和成绩的 但是相较于钢琴 在音域范围是有局限性的 但是我们手蝶可以打出节奏来 因为它是一个打击乐器 我背着它可以到处走 况且它的音色又这么的疗愈 真的是背上包 我们就可以去到海边高山里面 去可以去享受这个音乐 自我的疗愈 或者一体的这种感觉 手蝶有这样的天然的手蝶 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小众的 对于音乐小白这些是非常有好的一个乐器 不需要说学习特别久 你才可以发出来好听的声音 音乐其实是有共鸣的 其实我们可能不需要过多的交流 因为我们想手蝶演奏 也不止只是老师或者演奏家 跟演奏 我们也希望给我们的学员 这样一个演奏的机会 就大家一起交流 要分享可能自闭症儿童 养老院一些老人 进行一个手蝶体验 带领大家比较耐心的 从八四六四开始 然后最后 就大家真的是无意掉队 真的在现场看到 那个画面还是很热烈盈眶的 他们的那个笑容 我觉得是很真实很美好的 很感动 把手蝶这样一个很新奇的乐器 盖到他们身边疗愈的这些声音 在他们的心里 我觉得会一起激发出一些新的东西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